这部剧让无数网友感叹颠覆了对坏人的认知 当他的第一个悬念一旦走进你的大脑 你便会再也忍不住的说出 他就是有的汉尼巴般的残酷场面 血族般神秘气息的悬疑犯罪的英剧 血震一杀 故事的一切都要从一位地理学家属于家中说起 他腹部被残忍抛开 内脏散落一地 居民们纷纷猜测 这事应该是北极熊所为 可真的就那么简单吗 好了我们先把时间拨回到地理学家遇害前 影片一开始 驻扎在小镇上的摄影师邓布里多 由于想救正在被北极熊啃死的人类 而误杀了这个人 可他明明在开枪前没有听到汽车轰鸣声 开枪后警长全哥却出现在了现场 说明他一直都在 只是没有下车营救而已 而这件事也被全哥压了下来 变成无人问津 无人知晓的命案 可画面一转 镜头来到俩小孩面前 他俩在融化的冰面下 发现了一颗猛马像象牙 象牙也就这样被小女孩带回到了家中 可小男孩却出现了昏迷症状 但父母也只是认为他感冒了并没在意 而另一边的小女孩父亲呢 则在看到象牙后 有了发横财的念头 他伙同好友将完整的猛马像 运送到了一处仓库 并找到地理学家试图进行交易 一边是想得到钱的两名矿工 一边是想免费得到猛马像的地理学家 不欢而散是他们必然的结局 导演也为地理学家的死因提前找好了两名嫌疑人 可这一晚嫌疑人却不止两名矿工 还有昏迷的小男孩父亲 他在妻子离开后 偷偷撕毁了地下情人 而回来的他却满身鲜血 血不是情人的 因为他还活着 难道是地理学家的吗 还有就是昏迷的小男孩 他在父母相继离开家后 竟然翻过窗户 竟只走了出去 去了哪里 我们不得而知 当父母回来时 他却醒了 也知道饿了 不过就在他们沉浸在喜悦中时 却突然听到了孩子的嘶喊声 他的脚完全溃烂了 因此被送进了重病监护室 还有一个人 则是今天刚刚抵达小镇的研究员 他拿着酒来到地理学家家 却正好发现了他的尸体 由于门是被反锁的 研究员只能拿起石头破窗而入 可就在他检查地理学家 是否还活着的时候 警长全哥突然从正门走了进来 研究员成了第一嫌疑人 虽然他身上没有一滴血迹 可随着法医的到来 却发现死者竟然还活着 但因为耽误的时间太长了 地理学家最终还是没能得救 然而在这时 警长全哥却匆忙找到了研究员 再三确认 是否检查了他的脉搏 咽喉以及手腕 检查了都检查了 包括眼睛也是瞳孔放大 一切都证明他已经死了 可诡异的是 地理学家为何在之后 又突然复活了呢 而在小镇的另一边 昏迷的小男孩父亲 又偷偷跑了出去 他似乎在寻找什么遗落的东西 而摄影师邓布利多 也在得知了命案后 拨打了一通电话 看到这儿 雪振移沙这部剧 给了我们多处疑点 和诸多的想象空间 比如小男孩的父亲 究竟在找啥 他身上的血又是从何而来 而小男孩和小女孩 捡到的猛马像象牙 又会不会是导致小男孩 昏迷的真相 和死去的地理学家 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至于警长全格 他又是一个怎样的警察 难道真的像邓布利多 所说的那样 他是两起命案的真凶吗